高雄大樹觀音山上山坡第一邊 草地上有個貨櫃屋和幾頂帳篷 這是個露營區 被民眾指控跨年夜來到了這一邊 業者嚴重 廣告不實 超過12輛車和10多頂的帳篷 把草地塞滿 再看看帳篷和帳篷間的距離 幾乎連在一起 民眾投訴 11月初預訂的時候 業者提供的照片 是宛如綠地毯的厚厚草地 無論是A區還是B區賞心悅目 當時業者一頂帳開價1500元 結果開心出有的三個家庭直呼 實在超級雷 民眾指控 營區內的帳篷相連 嚴重的廣告不實 現場狀況只能用廢墟來形容 當時跟營主反映 他的態度就是不滿意退廢 反正一堆人搶著藥 業者在31號還狂收散客看煙火 營區內唯一能夠發揮功能的 只有冰箱 廣告中有提到的草地 與遮電子阻隔 實際上跨年三天連續假期 大爆滿 若有搶資源之外 業者還收散客看煙火 讓已經花錢的消費者質疑 為了搶錢嚴重超收 而且該露營廠目前還沒有向本局 申請露營廠設立登記 觀光局調查被投訴的露營區 土地屬於國有財產署 並沒有向高雄市政府來申請 露營廠設立登記 接下來除了不能營業之外 主管機關還要進一步的機查 確保消費者權益